今天我們來到的是位在中壯公路上面 建國交叉口的大安營業所 Hi 我是Eddie 今天要來交NX300 那今天是跟我一個好朋友出車 請他幫忙 等一下帶大家來看一下這邊的交車室 NX300 先來帶大家看一下它的外觀 是這個月第二台的NX 外觀我就簡單拍一下 這台是196的版本 今天這間展間要連交兩台NX 來看一下白色 也是帥哥 客人已經到了 好 沒問題 大家晚點見 謝謝你 謝謝 好大概看了一下NX300的外觀 好接下來我要介紹我這個朋友 因為我是在格上 那我這位朋友他是在Lazos 那今天這台車呢 我覺得因為他畢竟比較專業 所以等一下我就請我們家哲豪來幫我們做介紹 然後也先 也介紹給大家認識一下這位Lazos的業袋 因為我覺得其實當然我們配合過很多的業袋 那哲豪這位我很推薦是因為第一個服務真的很好 而且很專業 再來是我覺得 因為大家現在錢都花在刀口上 所以在價格上面 我這位朋友也蠻有競爭力的 那這個客人他是從高雄專程坐車上來跟他買這台車 所以我覺得像我們社船裡面有一些 像是中部南部的朋友 其實也可以來了解看看 來認識一下我們這位朋友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哲豪 嗨 大家好 好 接下來我們請哲豪幫我們介紹這台NX300 好 那這台的話呢 這是我們NX300的豪華版 售價196萬 那這個顏色是很漂亮 NASER是專屬的 叫極光碳 它的顏色呢 在不同的光線下 早上晚上會有不同的色彩 那我從車頭 幫大家介紹我們這台NX300 它很漂亮又很厲害的地方 我們除了最早看到NASER什麼LOGO 我們專屬我們家品牌的LOGO 我們有一個這個仿錘式的水箱護罩 那這個仿錘式水箱護罩 有一個小故事 它就是最早的時候 豐田是做仿製業起家的 所以我們每一個NASER式的水箱護罩 都是像那樣的仿錘式 大型的仿錘式水箱護罩 那這個車主呢 它有加工我們360度的環境 360 對 360 那它有四個鏡頭 這是前面的鏡頭 那再來的話呢 怎麼認我們的NX300 就是看它的三顆LED的大燈 非常的醒目 這個是它三顆的LED大燈 這個是只有NX300 它才會配置到的 如果是200 它就是三顆的LED大燈 它到300的話 它是標配三顆的LED大燈 那它會有這個遠近光燈自動 自動遮蔽的功能 如果說對方 開遠的對象有來車 車燈 車頭或車尾燈 它自動去遮蔽那一塊 不會亮到對方 是一個很厲害 而且亮度非常好的設備 帶大家看清楚一下 非常漂亮 好 那300的話呢 我們是使用18吋的燃圈 奧法版的燃圈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彎子 那我們的話呢 是日本的銀光鏡頭 它標配的就是我們日本的橫濱輪胎 對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到 日本橫濱輪胎 這個多大 這個是18吋 喔18吋 18吋 18吋的燃圈 好的 那接下來的話呢 它有非常漂亮的車門折線 喔你是說這條線嗎 對 這個車門的折線 很漂亮 那這個折線不只是美觀效果 對安全性也會有提升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四個門板 駕駛附駕 跟兩邊後座 都有摸門解鎖 好 那上下車跟鋼片 如果後座的乘客想行上車 還是可以自行解鎖 並不上車 嗯嗯嗯 電動的後座 亮度到 那裡面的話呢 有支援我們的六四分離請導座椅 對 那這邊有一個 如果說你後面的東西想要引擎 也不要這麼熱 有一個遮物板 那這邊的話下面 我們的日系車 都標配小一套的備胎 嗯哼 這是我們後箱空間的部分 那再來的部分呢 Lensers跟歐系車的電動輪不一樣 一般歐系車的電動輪是直接 啪 對 我們的是西富士 來這邊可以特寫一下 它是西富士的電動輪 喔西富士的 嗯 那它有防夾嗎 有這都有防夾 如果說它在下來的時候 看到主力 它自己會往上升 喔了解 這是很必要的安全性 NX200 他們主要的差異 除了像都是2000cc 歐韌引擎動力比較大以外 NX300它有三組的 記憶座椅 三組 對 我們的駕駛座三組記憶座椅呢 它是可以連從我們的 後視鏡的角度 移植的角度 跟我們方向盤的角度 這個是可以一起電動的 不會說你按一次記憶座椅 三個東西都會一起電動 你設定的樣子 那再來300的話呢 它是有這個真皮的座椅 喔真皮座椅 對 那剛剛講到的記憶座椅 再來就是剛剛前面介紹外觀的 三顆的LED的大燈 因為我們2000cc 238的動力 那NX300這台車 因為礙於六起的台灣環保法規的關係 其實只能賣到今年年底 今年年底 對 那其實最後能進車 是在6月底以前 所以這台車講真的 現在已經不會再生產了 對 在台灣不會有了 所以NX接下來就要沒了 這台是非常稀有的 賣一台少一台 我們現在NX 6月多的時候 公司進了好幾百台來 現在已經賣到快年了 是 所以這台如果說 你是想要比較大的動力 那同時呢 又想要有更好的乘坐的平址 如果你還在看NX300 真的可以不用考慮 趕快過來跟我了解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介紹一下這台車 這台車的話呢 我們標配了現在最先進的 LV2的 我們的功能 那LV2有什麼呢 第一個 我們有所謂的跟車系統 這個跟車系統呢 我們可以做全數位的跟車 跟車的範圍可以0到180 那從這邊 我們可以去調整說 來 這邊 你可以跟車的車距 三格 兩格 一格 可以依照你現在的路況 去選擇要跟著近 還是跟著遠 那這個LV2呢 像我們今年2020年 它有一個車道至中的功能 如果說你常駐行駛 這個車子只要時速無時上 它會自動幫你調到車道 然後幫你拍到重點 你就不用那麼費力 一直去轉動方向盤 那全數據跟車 連塞車 都可以再做自動的跟車 加速與減速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再來的話呢 可以看到我們儀表版的故事 我們的這台車 它除了說有全數據跟車以外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個第一個是車道維持 PCS是我們的預警式煞車 例如說我們有時候 難免會滑個手機會分心 它有一個自動煞車功能 它會先提醒你在煞車 我們NX300有一個後方的這個倒車 如果說我今天攤塊要煞車 它會自己幫我踩煞車 我們倒車也不會倒 你說在BUG的時候 快要撞到它會幫你停止 我可能在迴轉的時候 我急我想要趕快回 後面有車過來 你就趕快倒 就有危險 那它偵測到第一個 後面有車它會先做警示 那等到真的快接近要碰到的時候 它依照你的車速跟後面的車速 還幫你煞車 哦 還幫你煞車 哦 smart 那這台車有所謂 我們叫ICS智慧的停車速 譬如說我們前後在移車位的時候 或者是說 在路邊停車格 難免會有比較小的格子的時候 或是前面的車後面的車 停的比較靠我們這邊 那其實在車位比較小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用環節來確認 我們有這個ICS在你快要碰到的時候 極限距離它會自己幫你踩煞車 不會讓你輕到前面的車後 所以這個在停車非常好 很可以 那再來的話 我們這一套系統 Level 2 除了剛剛講的全速率 自動煞車 車道維持 我們還有一個叫做 遠近光燈自動遮蔽 就是我介紹這三顆大燈的功能 這個我們時速15以上就可以做到 你開遠燈 它會自動遮蔽 我們剛剛介紹的 對方的遠燈 只要有車燈 就可以自動去做遮蔽 那它在這邊開啟 只要我開啟看一下AutoJet 它就會自己去掃鈕去偵測 哦 是有點像賓士的多光速度 沒錯 就是像這個道 哇這個很貴耶 但是這個真的很smart smart 那這個是我們NXX標配的地方 標配喔 標配 這都不用加起來 那這邊的話會有所謂的盲點 這個是日本原裝的盲點 日本原裝盲點 它可以做開關 再亮度的話也可以調整 對 我們原廠的VSM 所以在這安全配備非常的齊全 好 那接下來我帶大家看一下 這個內裝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好 好 好這段我就不介紹了 大家自己看 因為我覺得Lazos的東西 聽我講沒有用 聽嘴巴講沒有用 你要自己過來看才有用啊 自己來體驗一下這台車 給你的感覺是什麼 好 它的燈 只要用滑的 滑的 用手動就可以滑 開關它的那個燈 室內燈 這樣就好了 這個跟車好 我們介紹一下 因為車的後座啊 其實剛剛這是我坐的位置 那依我177 高度的視乎 177 哇哦 是 那頭部空間這邊有照相 其實我這樣快一點 它這裡有兩個情況 像是頭部空間 對 然後這台車呢 它如果坐在長途行程 像花花板它是做的手動 有一個椅背 喔它椅背可以去調喔 對 我們喜歡的角度 那最多的話可以調 其實在長途行程 是非常的舒適 喔 那再來的話我們可以看到 你們後座 通常這個車是五人座 對 很多車 尤其是後續車都會亮的固定 我們愛其實是前驅 可是比前驅來講 它做的非常非常的 喔 滿平整的耶 對 所以如果說你是滿載 或是 好 帶大家打個燈 看了一下 這個多麼的平整 就沒什麼隆起 一點點微凸而已 就是微微的 那後座有舒風口 是 那當然啦 它有一個加熱座椅 這個可能冬天比較常會用到 是是是 大概是這樣子 好 嗨 那我現在跟大家介紹這一位 我的好朋友 哲豪 來跟大家說一下 嗨 大家好 我是哲豪 哲豪 你目前是在哪裡服務啊 我在北都Lexus 大安營業所 在這邊當作銷售業代 大安營業所是在台北市的嗎 對 在台北市的中校東路三段這邊 我們在台北科技大學的一框大樓裡面 的一樓 對 我們是旗艦的展示中心 我剛剛看了一下 這邊的車輛擺放的還滿齊全的喔 還有LF LFA 我們這個著名的Lexus經典的超跑 LFA 竟然擺在我們大營業所 而且在我們的營業所內 可以看到我們最新最旗艦的尊榮座 車 LM LM在這邊也有 也一樣擺在我們的郵電區塊 這個是在一般的展示間營業所是看不太到的車 那我們這邊的話是每一個車系 因為空間很大 我們是在今年1月正式在大安所營業成立的 旗艦展示中心 之前是ODI對不對 之前這邊是ODI 那ODI的話它就撤掉 那我們以前是在敦化南路 叫敦南鎖 那我們算是擴大經營 來到大安營業所這邊 對 後邊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提供更好的服務 更好的賞車環境 同時擁有更多的車子可以觀看 那也不用擔心說來賞車 停車會很麻煩 不會 我們從頭到尾來賞車 都是非常的舒適的 有有有 我覺得這個業態 這個朋友真的大家可以 有機會想要看LM或LFA 這種超跑級的 可以來找我們哲豪 是 那接下來我們請哲豪來 跟我們分享一下 今天這一台CASE的過程 好 我這一台代交的車款 是我們的MX300豪華版 售價196萬的等級 那這一台的客戶很妙 他是住在高雄 對 那其實並不是我認識客戶 而是這是我一位很好的客戶 幫我介紹的這位車主 他住在高雄 那其實我跟這個 從我的客人介紹這個 準備成為我們新車的車主 準車主的時候呢 其實中間有聯絡過幾次 那這個準車主也是非常的阿沙利 我介紹人也非常的給力 那再加上 我們談得很愉快 再加上當然一定要的嘛 介紹來的我們當然不會說辣差 非常誘惑的條件 對啊 所以導致說我在北部 竟然可以跟高雄 住在高雄的客戶圈 甚至高雄的客戶上來台北 親自跑來一趟 我們把最後的細節確認 條件都沒有問題 對 然後最後我們完成簽約 到今天即將要交出這一台 MX300豪華版 所以各位朋友想想看喔 如果說一個業務會讓你為了 他跟他簽這張車子的訂單合約 從高雄 這四個小時五個小時的路程 就會過來跟他簽這張訂單 我相信 價格上 大家一定在各個市場 你只要去環境去比一下 都會有 可是我覺得今天除了價格以外 目前的談吐阿 人阿 我相信這個也是很大的決勝的原因之一 我們買東西當然是 錢 剛才講的錢要花在刀頭上以外 我們也要舒服阿 所以我覺得 在一個case的成交上面 不是只有在錢這一塊 一定有很多後面所有的原因參加在一起 才能夠將一個case去做圓滿的完成 因為剛剛有講到說 客戶是住在高雄 然後跟我完成簽約來北部 其實一般阿 我們業務是南北圈台灣在跑阿 甚至雲林屏東我都下去過 有 我知道 然後 就在今天的前一天 就是昨天 我才去新竹跟兩個客戶完成簽約 兩台NX 而且是不同客戶 對 NX200跟NX300 這真的是我們熱賣最第一名的 所以如果你們要看一個很好的休息車 有空間 CP值又很高 對 歡迎來了解我們的NX 一定要 NX真的很棒 然後這個客戶我一定要講一下 真的平常都是我們跑下去 可是跟客戶聊得真的很愉快 客戶也知道說我們做業務其實很辛苦 做一台車並不只是賣給你 中間的所有的領牌阿 配件阿 還有我們幫他車子 從簽出來到展示間交車區 每一步的把關 其實都是蠻費精力跟時間 再加上我又比較龜毛 我會希望把車弄到完美 再交付給客戶 那客戶也很就是很體諒我們業務員阿 也非常的好 我那時候一再說沒關係我下去 結果客戶說沒關係我上來找你 嗯 而且不只是你們看到的 今天我們連交車簽約在北部前 連交車客戶都上來 自己來跟我們簽約 這是讓我非常感動的地方 當然如果大家住在全台灣的各位 只要說你們對我們駕車有興趣 歡迎來跟我了解 甚至我一樣我下去全台灣 幫你們簽合約 跟你們講細節 交車一樣都沒有問題 是 那像是三人哥之前阿 我們都會去辦各個品牌的所謂的賞車趴 也就是說今天如果說像大家有什麼想要團購的概念阿 或者是一起來賞車的話 其實大家也可以揪一揪我們一起來到這個Lessus大安所 我們可以一起來找哲行 大家認識交個朋友一起來 同時的在看一台車賞車那愉快的心情 即便不買都沒有關係 我覺得很多東西我們是先從朋友開始 那當然我們兩個都是很真心在交朋友的 所以這個您可以放心 對啊然後再來是因為這邊真的很多的資源 或是很多的美車 我覺得在我還沒有進車業的時候 我經到這種雙B的展間坦白說我會害怕 因為我覺得第一個自己可能買不起 第二個可能我不適合在這個這麼高端的環境裡面 可是後來我發覺一件事 其實今天在交朋友的過程中阿 不見得是我一定要買阿 假設我朋友今天要買的時候 我會想說我有個好朋友 你可以去認識去參考看看去瞭解一下說 這樣子的不管是價格車型是不是真的屬於我們的 因為每一種車我覺得都有適合它的客群 所以我覺得都要去了解看看 那在這邊我覺得有哲好這個好朋友在這邊 我是很放心的 而且也很拿我自己掛寶證 就是我很可以把這位業務介紹給大家認識 因為哲好真的好兄弟 我們認識到這樣 我也是進車業我才認識到他的 那有一個這樣的好朋友我覺得是很值得啦 所以也這樣子跟大家去做分享 那很期待 就是說下次我們還有很多其他的車子 可以再拍介紹片給大家 那這一集就先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拜拜 你都看完了還不趕快訂閱 趕快訂閱吧 本節目是由張首安醫師團隊小星星講製作 有任何減肥問題歡迎參考聯絡資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